销售与服务税今天开跑之后 贸销部长赛福丁就说 在新税制之下 会让大马人民有更多的金钱可以消费 因为根据记录呢 在GST落实以前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跑SST制度的 那个时候的税款只有20亿 GST消费税落实之后呢 就变40亿 好了 如今我们恢复到SST制度 人民理当会省下更多的钱才对 但前提是 赛福丁说 商家不要借机 乱涨价 随着销售与服务税开跑 贸销部长赛福丁今天巡视 击打一间修车场之后 召开记者会宣布 贸销部将会展开反暴力行动 揪出那些胡乱涨价的商家 解决SST落实之后 可能出现的涨价潮 赛福丁也补充 贸销部接获最多投诉的领域是餐饮业 销售服务税才落实不到一天 就有餐馆的食物变得特别贵了 另外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在霹雳以保 出席销售与服务税 巡回闭门汇报会之后 也不约而同地呼吁商家 别胡乱涨价 在新税制之下 商家必须要更新销售与服务税系统 林冠英表示 要是商家延迟更新系统 那么他们就必须自行缴付那6%的服务税 因为他们无法再回头向客户收取了 虽然政府暂时不惩罚延迟的商家 但是那6%的税款一定要收